几年前,我在专栏提过,一名股神级朋友向我推介中芯国际0981,说包括黑石在内的几个大基金入股,而且政府有心在芯片市场攻坚,因此请了大量科技人才,只要一旦成功开发出下一代的芯片,这股票便可升十倍了,由于这名朋友有过持有一只股票九年上升几十倍,赢了几十亿元的辉煌战绩。 因而我不敢怠慢,马上写了出来,当时,中芯的股价大约是九元,等来等去,等了两年都没有升,后来终于只升到十五元,便又掉头向下,现在股价是八个几,黑石也早已沽光了,事后孔明地看,他的分析完全没错,不过谁猜到技术攻坚,会攻不破呢,我之所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,加恩在贸易战开打后, 很多人批评中国只顾赚钱,并没有顾及芯片这些核心技术,因而被美国人掌握在手里,知道弱点能否克服是另一回事。以上故事是企图告诉大家, 其实早在几年前,中国已经高瞻远足,知道这项弱点,准备克服这缺点了,不过,高瞻远足也没有什么用,因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,有时候,做实贸的能力,和决策的远见,是同样重要,缺一不可,讲到我的写作计划,本来下一本应该写政治密码, 不过由于股市不佳,没有心情,暂时停写,谁知由于搞了合众会,居然和几名会员谈出了几本股票主题的新书内容, 已经开始动不赞写了,还有一本关于赌博的书,数学部分已经由一名统计系专业人士写完了, 正等我写文字部分,还有决定了和老友坑合写一本书,还有可能会开一个网台节目好忙啊?